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老夫人 好像袁姑娘不太高兴 我也看出来了 是啊 太突然了 连一点准备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你说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你也别这么想 在这种时候啊 也只有这么办了 难为两个孩子了 汉昌 您回来了 怎么 找我有事啊 屋里说 不用了 也没什么事 就是觉得心里憋得慌 有点难受 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吧 不要闷在心里 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反正自从大家知道我和子晴哥的关系之后 我就感觉无法面对远姑娘 不错 尽管我 上次 我们一起去救子清 他被抓 在监狱里面 我们还说得挺好的 也聊了很多 可等他一回到家里 就变得那么尴尬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也不敢跟她说话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心里憋得慌 汉长 你是不是 真爱上袁姑娘了 我知道 袁姑娘爱的是子清 你是顶着子清的名义 爱袁姑娘 这样使你尴尬 是不是 其实这件事 你根本不用难受 你是无意间走进袁姑娘 而袁姑娘 确实是为了子清 才走进张家的 但是之前 他们两个根本就没相处过 所以 确切地说 她对子清的好感 都是从你身上得来的 也就是说 她爱的是你这个人 所以 你不用为这事感到尴尬 慢慢来 你总会想明白的 二老爷 汉长 回来了 还好吧 二老爷 我很好 谢谢您的关心 我 我有些事想找汉长说 好 那你们聊 我走了 汉长 你知道 老夫人今天找我什么事吗 不知道 他让我 今天晚上就跟子清 拜堂园房 是吗 今天晚上 就要跟子清搁园房 是啊 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当然不知道了 那子清一定知道 要不然 他怎么会跟我说 不管老夫人说什么样的要求 他都让我答应 我本来不愿意的 可是想到子清说的话 我只好同意了 这么说 你的本意是不愿意的 我当然不愿意了 子清她那么爱郑小姐 郑小姐也爱她 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要不是因为老夫人 我早就回家了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我想 可能子清会有办法吧 只好等着了 不愿意 我把事情告诉少爷了 鬼屋也布置了一下 还挺像新房的 千万别动静太大 可要小心 放心 我把下人都叫到厨房去了 给他们准备了一桌 我就说袁姑娘回来了 让他们高兴高兴 现在啊 整合的兴头上呢 那袁姑娘呢 袁妈陪她到鬼屋去了 我们也去吧 走吧 走吧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弊 礼弊 子清啊 上次你不在 是奶奶替你接的盖头 今天 你要自己亲自接盖头 这是现在的事 我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我 我 你不在意 别了 你不在意 我 我 我 你不在意 这里就是你们的洞房 以后 奶奶一定风风光光地为你们再办一次 好了 奶奶就不说了 我们几个老的就先走了 奶奶 紫棋 我知道 你这样做是为了奶奶好 现在戏也满了 大家都可以松口气了 袁姑娘 我 我不是子清 我是汉昌 什么 你不是子清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真的 我是汉昌 李汉昌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 你误会了 你没有骗我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看 我的手艺还不错吧 还真不错 你觉得呢 哈长 我 子清哥 这么做好像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信仪现在是你嫂子 你说我还有可能跟静茹拜堂吗 那恭喜你们了 那我就先走了 韩长 你要记住 我知道 你爱的是静茹 可静茹现在爱的人不是张子清 而是你李韩长 原来 郑小姐已经变成你的嫂子了 这应该恭喜他们 对啊 他们俩还挺般配的 嗯 嗯 苗姑娘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哦 什么事啊 你说吧 就打算是吗 我接下来 我要向调子清哥 employed 对张家和子清歌的安全 你觉得呢 汉昌 你这么做太对了 只是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其实很危险 子清哥都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 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我做这些又算什么 只是 我需要你的帮助 公司的事情不能各地 我想 你有董赵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呢 化妆成男人的样子 暂时去帮我管理公司 我替子清哥去办他的事情 没问题 但你要二老爷跟公司的人说一下 要不然公司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 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会跟我爸说的 好 好 啊 子清 信仪啊 你们就在屋里歇着 屋里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准备好了 哎 我说你们张家真够复杂的 怪不得你以前撒船单的时候 抓不住你们 啊 你们俩长得真像双胞胎一样 就是清哥俩 长得这么像都不容易 是不是 走吧 好 来 我说你们就在这里歇着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舅舅啊 谢谢顾探长 谢什么呀 我外甥女喜欢你 没准以后你就是我的外甥女婿 舅舅 好好好 不说了 注意啊 别开大灯 动静别太大 外面的人都知道你外宫不在 好 不说了 我走了 坐吧 不要 不知道 快走 看 吧 快走 他们毕竟得在鬼屋待一个晚上 如果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还好 如果不是的话 静如可能还以为 我是故意欺骗他 他的脾气啊 不会的 我们都看得出 静如的汉昌的感情 说不定今天晚上在鬼屋 静如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但愿如此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你说吧 你知道吗 我对你一直是充满好感 从来没有想过 要故意去欺骗你 不管你当我是什么 我都会当你是 最好的朋友 我也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你 你知道吗 我的生生母亲 就是你的奶妈 袁妈 你说什么 袁妈是你的妈妈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知道的 怪不得 袁妈这几天都怪怪的 原来 是为了你跟二老爷啊 那 你们有没有相认啊 没有 我爸爸让我不要贸然相认 说我妈不愿意 为什么呀 爸跟我讲 妈觉得她是个老妈子 配不上我爸 害怕连累我们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真正的爱情 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不行 我去跟袁妈说 袁姑娘 我妈她连我都不敢认 你跟她讲就更不合适了 我把这话跟你说出来以后 心里面唱快多了 真没想到 袁妈是你的妈妈 我从小 就是和袁妈的奶长大的 那我们 岂不是像亲兄妹一样亲了 怎么了 我是说我们像亲兄妹 都没说是亲兄妹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什么 我用什么都没说 我也一直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事你说 那天 我换衣服的时候 进来的是紫青 还是你呀 对不起 袁姑娘 是我 那还有上次 袁姑娘 真的对不起 我是 成亲那天进入张家的 紫青哥虽然回来过几次 但基本上每次你见到的 都是我 怪不得 我那时管你叫紫青 你都不理我呢 我 我当时一见到你就紧张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 现在不紧张了是吗 因为 你已经把我当成好朋友了 不 不 袁姑娘 我觉得 你心里一直喜欢的 是紫青哥 没错 我当初是为了爱紫青 才进张家门的 但是我进来之后 见到的都是你 新郎是你 孝子是你 公司经理是你 给老夫人拜授的也是你 我爱的紫青 我爱的紫青 变成了你 开始 我也不能接受 后来我慢慢想想 我喜欢他 应该是这个人 而不管 他到底是叫张紫青 还是李汉昌 李汉昌 原姑娘 原姑娘 搜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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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模一样 好 你给我盯紧了 看他去哪 是 难道伤好了 又出来脑势 怎么会恢复得那么快 如果他又来我这里 我行 喂 局长吗 我是村上 哦 村上先生 你有什么事啊 有人在街上撒船单 这个事我知道的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局长 你知道吗 撒船单的人脸上有刀疤 相貌和刺杀我的凶手一模一样 哦 真有这么回事 那一定要查清楚 我已经派顾探长去查了 你放心好了 局长 你能不能换个别人去查 顾探长他这个人 怎么了 这顾探长是我这里最能干的探长了 你放心吧 这些事我一定会让他们查清楚 局长 你 简直是对牛探琴 又有什么事惹到了村上先生啊 李翔小姐 李翔小姐 坐 我刚接到县人的电话 说张子清又在闹市区撒船单 按说他的伤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啊 再说了 张家那儿也没有说有异常情况 刚才呢 我给警察局打电话 局长说派人去查 哼 他们派的又是顾要寿 这小子表面上是查案子 实际上呢 是在跟我们作对 我是没抓到他的把柄 要不然 我绝饶不了他 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警察局 要在暗中多网络一些可靠的人 好 不要像上次那个李大魁一样 这次你要找一些行为没有过错的人 不让别人起义心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李翔小姐 这次我可物色了一个 最合适不过的人了 他叫阿胜 西唐人 和张子清是同乡 我呢 就在他身上下了点工夫 他呢 答应我做眼线 刚才的电话 就是他打来的 哦 对了 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 昨天我在汇丰银行那儿 一个职员透露说 张家在保险柜存有大量的金条等财物 价值不菲 哦 这几十年来 张家从未开启过这个保险柜 据他所说 当初是张老太太来办的 并且设下了特殊的开启方式 什么方式 那里 哎呀老爷 你把这个给摘了吧 他老个着人家 哎 那可不行 这东西我带了几十年了 就像我的生命一样 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你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总带这个东西 你不觉得土啊 你不知道啊 这把锁对我太重要了 我妈说 他嫁到张家的时候 嫁妆多得不得了 外公还是给他很多钱 那时候我妈家比我们张家有钱 我爷爷是为了 借亲家的一笔之力 振兴张家 才让我爸娶我妈 可是我爸不喜欢我妈 整天在外头鬼混 我看你啊 挺像你爸的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说什么呢你 我不说了 哦说吧说吧 我想听 后来我爸去了日本 我爷爷义气之下 就死了 我妈把他的四方 借给黄金都存了起来 并且打了三把锁 三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好奇嘛 我妈说 他有把大锁 一把小锁给了我 还有一把给了另外一个人 我妈要开保险柜 第一道门的钥匙 这个钥匙可以打开他的大银锁 大银锁里有把钥匙 可以打开保险柜的第二道门 也可以打开两把小银锁 小银锁各自有把钥匙 可以打开两只大抽屉 所以我妈说 要开启保险柜 必须三把锁并用 所以几十年来 我就一直挂着它 那 这第三把锁 在谁身上呢 我也不知道 那你妈知道吗 我妈应该知道 那时候我在搭理张家生意的时候 钱够用 也没去管这个事情 我想我妈救了这么一个儿子 这些东西迟早都是我的 我呀 只要挂着它就行了 可是 前阵子不是挺难过的吗 你有没有想过 说实话我也想过 我当时买房子 也是想逼逼我妈 我想到那个时候 我妈不可能不动那个保险柜 现在就算你妈动用了那保险柜 可是 也只有你们一大一小两把锁呀 哼 这个我妈也想到了 生怕一把锁丢了或者坏了 所以啊 她存下了一份遗嘱 要五十年才生效了 你想想 就算我妈 她现在过世了 我一样拿不到钱呢 想不到 你妈还有这么缜密的心思 哼 你以为呢 我妈什么呢 哼 李小小姐 这说了半天 还不是净中夜水中花呀 这有什么用啊 说你笨你还不承认 我看 十个寸上 也比不上一个中国老太婆 张锦臣不是说了吗 要有卖房子的事 毕下老太婆 这 哎 这件事我早就联系好了 结果出了刺客的事 这就放下了 再说了 上海有钱的人呢 都把钱财转移到国外去了 哎 张家这么值钱的房子 还真不一定有人买得起呀 拍卖行全都担心流拍 哎 这样吧 我再去想想办法 你现在要明白 上海将来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上海 上海人的钱 将来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钱 黎江小姐 放心 我 我 我会竭尽全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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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itan 快 唉 阿姨适香 阿姨适香 阿姨 你认识那个撒船男的人吗 他很像我房客的同乡 怎么他脸上有条疤啊 你不知道啊 他脸上那个疤呀 是被日本人给划的 这些杀千刀的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日子已经够苦了 他还要来插一脚 他不是插一脚 这些日本人是要把我们当王国奴啊 这位先生我也懂的 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我们北方 现在又要打我们上海 叫我们做王国奴 我全都懂的 你真是看不起我 没有没有没有 你懂事归懂啊 但是万一日本人要打到上海来 你会不会当汉奸啊 你才当汉奸呢 我当汉奸 瞎了你的眼了你 再说这个传单上面讲要抗日 我都懂的 哎 刚才撒船的那个小青年 是我房客的同乡 也是我的朋友 喂 你又没有这么一个朋友啊 如果你当汉奸 我就对你不客气 不会不会 大姐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当汉奸的 不过大姐 我要劝你一句 你 你要抗日啊 不能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哇里哇啦的宣传抗日 现在反对抗日的坏蛋 也不少 刚才不是有好多警察来抓人吗 哦 你啊 要抗日 首先得把自己保护好才能抗日 对不对 安全第一嘛 对的对的 谢谢你啊 没关系 那我走了 好 再会啊 我走了 再会再会再会 来 顾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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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汉昌啊 哎呀 你们两个人长得太像 我都分不清楚了 哎 阿胜 阿胜进展得怎么样 李大葵死后 孙上身边没有人做演线 阿胜 假意讨好村上 还报告了我撒传单的事 已经得到了孙上的信任 好 哎 你去告诉阿胜 孙上身边可能还有一个日本女人 你让阿胜想办法了解下她的情况 好 我马上去告诉她 好 先走了 去吧 好了 就在这儿吧 好嘞 谢谢 不谢 是袁姑娘吧 袁姑娘 你昨天才和少爷拜了堂 应该在家陪陪子卿才是啊 怎么又出去了 哦 我出去办了点事 我现在就回去陪少爷 哦 去吧去吧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不都好好的吗 啊 没事就好 今天我在公司上班 提心吊胆了一整天 就怕你出什么事 哦 哦 袁姑娘已经到你奶奶那儿去了 你也去吧 哦 你去吧 快去吧 静如啊 嗯 今天怎么就穿男装出去了 有什么急事吗 哦 哦 不方便 不想说就别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秘密 奶奶 汉昌 你回来了 对了 从今天起 你要叫静如嫂子了 嫂子 公司的业务还好吧 公司里一切都很好 奶奶 其实我今天穿男装出去 是替汉昌打理公司了 汉昌是代替子清去洒传单了 真的呀 你去散发传单了 奶奶 我是想 子清哥他在疗伤 而日本人又盯上了我们张家 如果子清哥不在外面出现的话 日本人就会对张家产生怀疑 再说了 子清哥为了抗日可以不顾生死 我也是中国人 这抗日是每个人的事情 所以 我就带他去洒传单了 汉昌 奶奶没有看错你 不过 你也知道 子清为了这事已经负伤了 你这么做也是有危险的呀 奶奶 子清哥是我的榜样 如果抗日需要我像子清哥那样 献出生命的话 那我也会冲上去的 你说得太好了 静如啊 原来你也会管理公司 奶奶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 我爸那些管不过来的账啊 都是我帮他看的 上次我去公司找汉昌 随便翻了几个账本 发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这次汉昌 让我帮他查一下公司以前的账 后来我发现 自从汉昌当了总经理之后 账目还是比较清晰的 可是以前的就较为混乱 而且我还发现了不少假账呢 但是今天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所以我还 哦 这些就随他去吧 你最近就留着帮着汉昌 打理业务吧 奶奶不行啊 那些假账如果不查清楚的话 会出大事情的 因为有好几笔假账 数目非常之大 而且那些钱都不知去向 这些账如果不查清楚 我想恐怕银行的贷款都不够支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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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爱你爱到底 不管面对多少委屈 为你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 我的心只会为你呼吸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人啊 熊熊灭火 沾上我的心 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人啊 熊熊灭火 沾上我的心 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永不分离 大家her Want Migh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